台积电在昨天宣布考量到现阶段的条件 不再考虑到桃园龙潭科学园区设厂 而随着台积电计划喊咖 专家表示当地的房价恐怕会受到影响 尤其是最近一两年的购物人还有投资客 但是专家也表示不用太过担心 过去房市涨幅已经超过了五成 这次造成的跌幅也不会太大 而且除了台积电之外 未来有可能会有其他的厂商进驻 房东涂窗贴满各式广告 台积电原先计划在桃园龙潭科学园区设厂 却因为土地征收桥不拢 引起当地民众不满 台积电17号正式宣布放弃进驻龙潭 专家也示警可能会影响到当地房价 造成负面效益 确实是会有一些负面的效益 不过在过去的五年间 因为整个龙潭的房市涨幅已经超过五成 所以即便回到我们认为 幅度也不大可能会回跌到五年前的一个7张店 根据实价登陆资料 近五年来龙潭房市有百分之五十六的涨幅 近一年也有百分之七 随着台积电计划和咖 专家认为过晚龙潭房市被带动的房价部分 将回归基本面 其中最受影响的恐怕就是这一两年来 刚进行交易的购物人 新建案业主或者是土地经营投资人 不过也不需要太过担心 因为龙潭区本来就有科技厂 救援性能也有一定水准 跌幅不会太大 他不来的情况之下还有别的厂商会来啊 这个是中央的他一定会做 只是会把时间拖长 台积电计划进驻龙潭 虽然最后确定已退场作结 但这房价到底是会涨还是会跌 掀起话题 而真相也只能静待时间给答案 记者林祝强讨压报道